十年前發生在這裡的事是一件悲劇 事件的主角是住在湖畔的Grace一家 父親John,母親Catherine跟兒子Jason 像你我一樣過著平凡而快樂的生活 直到John染上毒瘾之後 Grace一家人單純的生活 於是瓦解 為了買毒品 John幾乎散盡了家中所有的積蓄 ibil... Heady! 悲哨! 悲哨! 欸! 不要歪! 開什麼! 除了買毒造成家中的經濟失衡 John更接近出现暴力的倾向 每当缺钱花用 便动者殴打Catherine跟Jason 十年前的案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生的 2003年9月6日深夜 Griff一家人房子被发现 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家中有两名成员葬身火铺 警方从他们身上的配件判断 死者是母亲Catherine 用爱着Jason 经过火灾现场的刊业 发现起火点旁有人烧未完全的毒品 推测应该是父亲John 在稀图纵火后逃逸 在这个事件之后 这个湖畔似乎从此变得不再平静 一开始 前世一些地方 会出现莫名其妙的评定印记 这是死者脸上的印记 接着 2006年 一群大学生在这个湖边烤肉时 一个不明的人影 出现在照片中 当天晚上 其中一名大学生便无物失踪 隔天在湖看被人发现时 身上多处遭受攻击 醒来时更是语无伦次 依据他的形容 他在黑暗中 看到一对火红色的双眼 正对着他微笑 焦炭般的肤色 双手有着锐利的指甲 那是一个不应该存在 这个世上的形体 同年12月 一群神秘的宗教团体 宣称受到指引 而前来进化此地 在他们进行完 他们口装的处理仪式之后 说也巧合 这个湖畔平成的灵异事件 就此平静下来 直到今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